今天要谢谢广大的劳工朋友有劳您了 因为劳工朋友在各行各业的兢兢业业 成就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切 所以我们要对劳动者心怀感恩 今天我们有两则劳动者的脸谱 来看看他们的工作样貌 以及他们的需求到底在哪里 首先看到这个画面就非常不简单了 光是空拍这么高 也许大家都要捏把冷汗 竟然还有人在上头工作 她的名字叫做陈瑜姐 爬着楼梯的这位女子才25岁 身高154公分 算是个头相当娇小 可是她却要背着10公斤重的装备 每一天爬电线杆 因为在高空她的任务是要洗台电的爱子 才能够确保供电自如 那这个工作每一天要爬上的是60公尺高 相当于20层楼这么高的地方 背着10公斤的装备 日常工作除了爬高爬到电线杆之外 最为重要的两个任务 一个就是维修电线 一个就是清洗爱子 尤其在夏天或者冬季空污严重的时候 他们清洗的频率就会变得更加的频繁 那么这位陈瑜姐也很特别 她的爸爸跟哥哥都是台电的蜘蛛人 至于她自己女性蜘蛛人的身份 在台湾不超过100位 基本上是完全熏空的状态 一定要有相当的训练和胆量才有办法处持 故事得从小时候说起 2009年莫拉克风灾 强烈风雨使得断电户数持续增加 那年陈瑜姐才10岁 风大雨大 爸爸却得外出救灾 大家才有电可用 英雄身影从此深深烙印在小女孩心田 然后我就觉得哇 我爸好厉害喔 他是英雄 我也要成为他一样的英雄 上去之前安全带都要检查一下 60米电塔相当于20层楼高 他的个头不到160公分 还得负重装备10多公斤 就像大家平常在爬楼梯的时候 爬一阶跟爬两阶爬三阶 一定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那我可能就是每次都是爬两到三阶的感受 即便如此 爬电塔是陈瑜姐找工作的第一志愿 他和哥哥爸爸分距北中南 一家都以身为台电蜘蛛人为荣 他并不是首次就考上 被刷落榜继续坚持 他就说如果你再没有考上 我就打断你的腿 不然我原本可以长到180 我现在只有150 就是被他打断的 是的 雨姐这有安全气 是福和辅助神经理啊 对啊 交替使用啊 好 OK 我们这个工作一直在讲就是 自护 护护 监护嘛 那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事情 等一下 来 雨姐你先出去 对 慢慢就好 慢慢就好 铁塔上又如云霄飞车的轨道 是蜘蛛人挂环绝不离身的通道 每一个步骤都不能省略 每一个提醒都是保命呼唤 你拉过去啊 雨姐 后速攻 缩到最短 好了吗 好 好 来 较慢的哦 水大概用这样就好了啦 不要太大 因为我跟他说水压太大 就是要胆大心细 确认到没有危险的时候再来工作 这样子就能确保本身的安全 全台高压电塔将近2万座 为了稳定供电 绝大部分都得靠蜘蛛人登上铁塔 悬空清洗碍子 这个时间都没有下雨 所以我们就是会怕有延误害 或者是严惩 卡在那个爱子的上方 破坏他的绝缘 总是希望世界可以 因为我而有一点点不一样 便利供应的幕后 来自无数英雄的努力 因为有你 世界的确变得不一样 大爱新闻的亚萍刘伯敏 林欣宏 南投报导 大人